党内现在大家都已经清楚 曾王挑战习一定会有一方倒下或者全倒下 现在曾庆红每天都活在他姥姥家福建 邓六斤的这个姥姥那是有想法的 习现在就两分排了 我说有这个合法的控制国家的武器军队 第二不行我就打台湾吧 但是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 它都是双印尖 军队不听你指望你咋办呢 你打台湾你咋知道美国不打你北京城呢 但是习的内心世界绝对相信 美国只能会打代理人战争 绝不会直面冲突 所以他觉得牺牲了五十万大军 美国人一定退 就是我让你血流成河 让你美国人害怕 就是你杀了我人 我拿走几个孩子 你杀了孩子杀了手软 结果你就把我放过了 这都是流氓黑帮贩毒分子的事 生几十个孩子 把孩子扔出去几个线 让你警察杀了杀了自己就不敢杀了 你把我都放过了 就是让台湾死伤个百八十万人 让人所谓的共产党的人力军队 也就是共产党的党卫军 死伤个四五十万人 把那辽宁什么不赫宁号 你也干掉它 把南海机场你炸死它 不行把海南几个基地让给你 把大连青岛那几个基地让给你 你炸毁就完了呗 你别打我已经成了 但是这一旦完了 那习就有数 拿出手就把这所有的习 所有的王和曾统统都在抹了 江南就更不在话下 所以现在其实对内捞进不进 能拿谁拿谁 准备好最坏的时刻到来 要打好这半场的战争 就是要让印度跪下来 让日本害怕 让澳大利亚害怕 然后让美国哆嗦 这是一个他最想要的结局 然后没事了 或打台湾或内部解决 这就是习要坚持住的这七年 新冲年真不容易对他 现在变成习一口吗 这真的是对他那点很危险 孤家寡人